很多很多很多 即使手中的报纸和观众推荐精彩内容 地方报刊《鬼山不是岛团队》在睽違两年后 近期推出第三刊 并在日前来到曹家瑶龙举行分享会 现身和大家进行QA问答 有别于前两刊这次的内容 举焦介绍龟岭百年铁道运输历史 并延续走读小单元 规划林顶到灰龙地区的散步路线 让民众可以暗图索记来趟小旅行 透过阅读了解龟山有很多的 像是煤矿啊 或者是说地方有什么样的环境 你们可以去走一走 都是在我们的报纸里面都有做编辑跟收录 每一期都会有一个小旅行的部分 那这个这一期的部分我们是特别讲到 就是寿山岩跟回龙寺 那有两个点 一个是寺庙部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青龙岭上面的小精灵的萤火虫 它的这两条路线呢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走走看看 不仅是可以吃好吃的 也可以多家的了解龟山的地方的文化历史 分享会当天团队也邀请专栏撰稿人之一 阳明一阶实验工坊负责人兰博汉 以详细的文史资料 带大家深度考察龟山的矿产和轨道发展式 不仅在清代时期 龟山就发展出铁道运输 更陆续开采过石灰、煤矿、石油和天然气等等 堪称桃园第一矿山 尤其未来也将建设捷运纵线 让龟山在台湾轨道运输历史上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期盼透过地方报上的文章 和更多人来分享这段故事 龟山它是桃园其中一个 当年清代铁道有通过的地方 所以等于说龟山它的铁道发展史 跟台湾的铁道发展史是一样找的 这边也曾经是一个煤矿非常新盛的产地 所以也有过去有很多关于煤矿运送 轻便轨道入网等等的 那后续也有捷运中线 最近还刚合定了嘛 所以等于说其实龟山这边的 轨道铁路发展的历史是一直在奠基持续的 所以我这次就以这个主题来去谈这件事情 希望让大家了解到 这区域它其实有这么多元的历史 而且也有 这边也有留下来跟铁道历史有关的文化资产的部分 关于这三刊我觉得还蛮有趣 其实这三刊都有设定一个各自的主题 而且它的风格是走比较易读的 就不会说可能内容很多或资金量很大 龟山的起源开始谈 第一刊 然后第二刊就进入到龟山的景点 对就是你可以去尝试去看到的一些景点 或者是文化资产的标的 对那第三刊就更深入到产业的卖掘跟人的故事这样子 地方报刊龟山不是讨团队由回龟山正线成员和部分文史工作则所组成 借由深挖龟山的故事 试图翻转大家甚至在地人 对龟山很无聊又没特色的印象 他在表示报刊将在龟山的两间独立书店以及其他地区的独立书店总返售 因与所得除了用来制作下一刊 也将作为曹家阳楼修散三楼的经费 并预计三月二十七号在星星巷弄书店再举办一场分享会 他们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时前来一探究竟 既有的雨婷台湾报道